在八代心臘和娘子戰鬥深夜祝罪柏奇利茲 24日其實他有這樣的回憶 順便告訴我我有多久沒玩過 訓練師全部都忍坐在這個口袋道館裡面 找到他們才可以跟管主挑戰 小心啊挑戰者 忍坐在哪裡 這個當時來說算是一種立體形式的道館設計 其實也挺有心思的 因為他會好好地隱藏在某些地方 不讓你發現 但你仔細看的話 你會看到他的頭髮可能躲在樹林上 所以也算是一個頗利用了NDS的3D設計 好我們逐個逐個打吧 這裡應該是否有一個 不好啊 只有上面一個而已 是不是這裡 這裡有一個 好 照道理他飛人比較多 我們這次嘗試用波上去試試 波是上次抓的 有一招起風 我們試一試一招起風 可不可以造成這個草系屬性 訓練家的傷害 Benji第幾集死 Benji還沒死 Benji還沒死 暫時還沒死 什麼時候有華麗大賽 我真的不記得 好像都鬼道館 我身上的技能有起風 儲器 能量儲存和報復 只有兩招技能有得用 一招就是特攻的起風 另一招就是物攻的報復 相信應該是用起風會比較適合 我們是起風 可不可以一下秒呢 應該是不一定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阿波是多厲害 阿波 多滿意 40攻都打得多高 他換毒場味 毒場味也是擁有草系屬性的精靈 草毒的 都是怕飛人系 至於有這個波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輕鬆倒過 是最後那個管主 不知道會用什麼精靈 比較怕少少 麻痺粉 出了這個草 基本上很多常常會 經常會配的一招技能 就是一些狀態的粉末 除了麻痺粉之外 也有一些毒粉 或者睡眠粉 其實最麻煩的 我覺得應該都是睡眠和麻痺 這兩個 因為是很完美的阻礙到我的速度 很完美的影響了我攻擊的機會 然後一死就能起的 然後一死就很糟糕了 只不過我們第二個人 藏了兩個石塊 那個小洞 兩個石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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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 不是 這裡是哪裡 喔那邊OK 其實這裡中的麻痺也很危險 還有呢 這個是草導管 所以其實Benji是不可以出場的 我怕Benji會死 我想這個應該算是 什麼 都算是 一個導管設計 因為之後那些其實沒有什麼設計 這一代都開始慢慢 導管有更多不同的花樣 給大家挑戰一下 感受一下 其他導管都有不同的設計 會有很多特殊攻擊 千萬不要輕敵 他提到的特殊攻擊應該是 因為草是所獨有的一些麻痺 睡覺 那些 技能 或者技生種子 我們上集捉這一波應該都挺好用 果然捉得挺合時的 這招起風 應該秒 因為我本身22 再打你14應該輕鬆秒 OK 搞定 輕鬆 輕鬆了 好 這裡我們換一換一隻 Maria 出來吸一吸 另外那三隻 就絕對不用出來想 因為 雷蟹都可以出來 那兩隻水蟹真的不可以出來 雖然 雖然LV高很多 因為他們正常來說 都是只有13 14 12 最高應該都是16 而我的 而我的 企鵝呢 就大概20 20 企鵝 不過都怕怕 怕怕的 怕怕的 其實都有點怕的 脫波限日子才能捉到 是嗎 有這樣的事 我這麼好捉到也挺厲害的 好 那繼續是草蟹 這裡我們不要用水蟹 我們少少少的一些危險的事情都不要讓他做 好 繼續用這個飛行的拍跌攻擊 輕鬆把草蟹帶上這個墳墓 非常有效 現在我們打草蟹的導管訓練家 現在已經是第二個 那他還有多少個是 給我打呢 接著是對手 藏在三棵樹背後的正中間 三棵樹背後正中間 好 藏得住身 但藏不住那種味 她說香味 香味 方香大姐姐 油稀 好 他選擇使用的是草苗龜 是神老地區的御三家之一 草屬性 其實都挺麻煩的 如果有草苗龜 相對來說草苗龜這些種族值 如果在初頭來說都算是強勢的 對比起那些什麼 對比起那些什麼 門前 門前那些 不是雀仔 門前 門前 老鼠 那些 對手使用飛葉快刀這一下 是不是爆擊了 沒有爆擊 沒有爆擊 打到11血其實都算厲害 其實都算多 沒有爆擊的話 證明她的能力值其實真的不差 都挺厲害 真香 真香 DT版初頭都很難打 以後你就自然會表現出自己的力量 OK 下面的對手在四朵花旁邊 果然有點難找 好 我們繼續用飛行系的波應該沒問題 拳擊勝負 被找到了 這個都是大姐姐 成熟大姐姐洋子 咦? 獨場眉 一樣都是獨場眉這些精靈 可能是因為神怒地區 開始 剛剛新增了獨場眉的進化 假面場眉 所以這裡大部分都會用獨場眉為主 那些訓練家 那我們阿波就使用了這個起風 輕輕鬆鬆 應該不難 八萬噸吸收 八萬噸吸收 照道理都應該吸我10血左右 沒有了 或者都沒有 5滴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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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可以回到3滴血左右 3滴血左右 3滴血左右 OK 我只剩下管主了,好,挑戰管主了,但挑戰管主之前我們需要先去精靈中心回一回 八代導管管主,剛才見到你的時候就覺得你可以見到我 正在想的時候你果然來了,既然你已經來到,來吧,讓我們來場精彩的對戰 好,其實剛才那個動作呢,就是入畫面的過場呢,那個都算新的 因為後期好像沒有發覺有這件事,還是有已經不發覺了 好,我們派出,照樣派出波,對方派出的是櫻花寶,櫻花神,櫻花耳 或者他就有三隻精靈,三隻精靈應該就OK啦 儲器和能量儲存,我們先看看這兩招是什麼技 雖然其實可以直接打過去,但我們也想試一下用其他技能 攻擊會心,加防,加防我們可以試一下,加個防,這裡來個能量儲存 先來個能量儲存,改變一下這個遊戲的策略 不是策略,改變一下這個打法 神秘護符,OK 他出神秘護符的話,我們其實沒什麼影響 神秘護符是不是不會爆擊,好像 不知道不會中狀態,但不要緊啦,我們先打開儲器 已經興奮起來了,波已經 對方用的是草承傑,相信應該都不會很高,嘩,爆擊 真厲害 對了,剛才因為我用了能量儲存,所以他的草承傑一來不會很高傷 二來就是草對我半減傷害 這裡我們直接用起風,應該就 打起碼打到他差不多紅血,或者直接死亡 看看這裡有沒有爆擊 沒有死的話,證明沒有爆擊,因為爆擊應該死定 好 OK 這裡繼續起,風暴復 我們來個能量儲存 趁對方沒辦法殺死我們的時候,我們再用能量儲存 確保這個遊戲,確保這個波不會受到很嚴重的傷害 爆擊是除外,沒辦法防 這下應該3-4,兩滴血扣了 因為我已經加了雙防兩級,基本上已經很硬 可以繼續起風了,各位 起風起風 繼續起風吧 燈點鬼仔 正轉 Mirina也要參賽 Mirina參賽有點危險 因為我現在加了強化 這裡換走好像一個非常不抵的選擇 除非對面有什麼手段可以令我的波不能再留在場上 那就要換一換 這個時候對方的草苗龜出來了 草苗龜 我們可以繼續用起風,沒問題 我們可以繼續用起風去慢慢挖死它 OKOK,非常有效 這個草苗龜 這個草苗龜 按照道理就應該是加1防禦 對面用這個草苗龜就沒辦法了 因為原本速度上都是我快一點 所以就算是草苗都已經沒用了 OK 成功收走草苗龜 OK 按照道理就應該可以輕鬆打贏 他最後那隻應該是場尾之類的東西 螺絲雷朵 螺絲雷朵其實都難搞的 這裡我們不要換 螺絲雷朵應該是他的主力 我打算讓Maria出場玩一下 但我怕怕的 對,因為這個已經23L了 他是高過Maria 高過Maria1L Banji和Maria都不能出 這裡要用波打贏他 我們繼續起風 其實照道理對面應該打不到很痛 因為草都是半減 對於我的波 10滴血 其實都算是高的 因為我用了兩級的防禦和特防 剛才他的招應該是摩爾鋪出來的特防 OK 擊中了要害 這個擊中要害就是剛才的柱器 那個柱器 那個加命中要害的機率 那個的 效果 那我們應該成功了 應該就 對方的草成傑 其實對面如果有毒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對於 對於如果我用 用Maria那隻獎去打 其實用毒的可能有機會 一下打一半左右 但他應該是不是沒有毒技 還是只有草技 看他的樣子好像只有 魔葉草成傑 還有 不知道什麼技 他還沒用 我不知道什麼技 好 準備 再贏一場這個導管戰 那為什麼草成傑扣這麼少呢 原因就是因為本身的重量都很輕 重量很輕之餘 再加上草是有半減抗性 所以其實根本就打不入 魔葉斬 魔葉斬是不是蜜工呢 打了11滴血 其實11滴血都算多 沒有預計到扣這麼多 沒有預計到扣這麼多 好 羅斯雷多成功擊敗了 這隻 假面場味 成功打贏了羅斯雷多 也代表著我們已經戰勝了第二個導管管主 24 我們的波因為這一場草系導管 打了一些訓練家和管主 就成功升我兩里了 也獲得了2000元零用錢 不得不算你真的很強勁 在精靈培養到這個程度 花了不少心機 對精靈的愛 我看好你收下這個 當然啦 對精靈很有愛 深林徽章 有這個深林徽章可以用居峽斬 現在可以自由控制30 86 是不是吸收那些 草成傑 對手的體重越重的話 傷害越大 那草成傑的話 其實我相信應該都比較少用 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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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些用途 得到老人 喔 畫掘裝備就是這個人拿到 可以掘化石 培養你成為一個 地下探險家 都不做了 每個人都自動靠 口袋圖鑑 你是這個博士的助手 你叫什麼名字 喔 我記住了你的名字 我叫這個 這個叫做 竹蘭 竹蘭叫做 希羅拿 非常喜歡調查口袋神話 精靈神話 在八代史 有仿照以前精靈造成的石像 據說有神秘力量的精靈 如果你都在找他 都會跟他相遇 你還沒有這個 劈樹 好 使用劈樹 好 我們去到一些以前去不到的地方 這個對完成圖鑑很重要 我們都需要這個劈樹 OK 好 我們是鞠俠 誰認識的 Parky認識的 不如被Parky用 好嗎 其實都可以用一招 沒問題的 哭聲這些其實可以丟下 黑制 黑制不要 黑制沒什麼用 好 我們進去看看 好 嘩 這個應該要打 OK 暗螺旋是不單止在地球 就是在宇宙都很會弱的集團 好 一排排的書房 OK 哎呀 還沒回血 我只是看一看 進場之後死了 這裡我們不如帶雙飛行 打吧 雙飛行 應該是雙打 我們帶雙飛行去打 雖然我很對不起 銀河團是不會被小朋友入隊的 我們先看看 他會用什麼精靈呢 嘩 四隻 波音福 刺美叢龍波音福 刺美叢龍波音福 13和14呢 基本上就輕鬆了 基本上比較麻煩一點 應該都是超音福 就是波音福 至於刺美叢龍 應該沒問題 這裡直接用起風打超音福 拍擊打一隻刺美叢龍波音福 馬尾亞 阿波使用風 嘩 挺厲害的 差不多打死了 不過其實理論上應該要一下打死 蝙蝠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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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蝠 這隻蝠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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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蝠�蝠蝠蝠蝠�蝠�蝠蝠�蝠�蝠蝠������� 例如雷系那些可能真的需要 如果有雷系就應該可以一下打死 譬如十多等級 差不多等級底下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就 有點危機 對面會有反擊的可能性 譬如我打他一下 然後打不死的話 他就有機會用空隙來攻擊我一下 很危險 太危險了 我追求的是完美的勝利 真是完美的 真是完美勝利 哈囉 Owen 你好 咦? 阿波是比Maria快 那麼高速的嗎 氣球那麼高速的 OK 勝了 被人阻礙了 明明是小孩子 貓不養什麼貓 梁琴貓 這些不是全部都要打嗎 不是吧 好像真的 好像真的全部都要打 哈囉野貓 你好 真的全部都要打 這麼瘋 是不是Maria的潛縱能力很低 對啊 先看看 我們看看能力值 差多少 為甚麼好像差這麼多 差一點 哦 都合理 那是合理 因為原本高3 沒辦法 這樣 沒辦法 好 我們繼續用飛行技打 他其實也有很多蟲系 對於有飛行系的精靈來說 有飛行精靈的我都不錯 挺有優勢的 對方的刺鼻蟲被打到 超音覆 繼續 雖然應該都是 一下打不死 超音覆 但這一波有招鬼技 其實傷害就會高一點 例如是暗影球之類的技能 或者是禍不單行 這些技能其實都很夠做 我覺得 好 放過我 他有 他是隨機 可能隔一個才能打 銀河團 怎麼可以爆發這麼瘋的姿勢 好 隊員派出的是甲殼勇 15L的甲殼勇 看來你的甲殼勇 都相當 相當之差 15L都還未進化 哎 太差了 水平太低 水平太低 銀河團 不知道請了什麼人進來 哪有禍不單行 這麼先進 沒有什麼 我都不知道 電腦隔壁堆 是不是會爆炸 不知道 看他怎樣攻擊 可以緊切開 我把大隻倒攻擊 超重 斤有神 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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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前期的精靈,類似巴他蝶,十多蝶就已經進化成巴他蝶 根據需要步數孵化越強定律,這隻甲鶴蝶是厲害的 要孵化很久的神獸 好,繼續是甲鶴蝶 這隻是刺尾蟲,不是,這隻是狩獵鳳蝶 狩獵鳳蝶 我們現在大多數都用波去打 轉一轉,讓他升到25,轉一轉,不能讓波吃光 因為波有一個很致命的地方,他只是弱點太多 弱點太多,很危險 好 哎呀,撞到 如果研究完行夫,拿出了游擊蠟 游擊蠟對於我們的隊伍來說也是一個相當麻煩的存在 因為如果他跟我同等級的話,他基本上會比我快 理論上,但這個應該不會 我們派應該有機會一下秒殺他 OK,可以的 擊中妖海竟然厲害 果然是雀仔女精靈是比較不同的 不是很NBC,是喜歡蟲,因為他們很快進化 他們很快進化 做什麼,不死心想要把精靈拿回 好,那你自己留在這裡 好,缺姿藍奪斷,這個應該不是鋼布 銀河道鋼布,朱彼特 朱彼特 朱彼特 應該是吧 我們的BENG終於出場了 主角 我們的永遠的主角 鋼和泡沫 鋼爪好像打不通 泡沫啦 幾年才有一招厲害的水技 要快點把他升到有招厲害的水技 你看,現在完全打不進 億萬噸吸收,糟糕了 立刻要走了 嘩,好痛啊 立刻走 馬上離開 好,吸我吧 吸你什麼 好,這裡我們出一隻球 出一隻球 做一個小小的亂防 防這個吸收 很咬啊,糟糕 嘩,好痛啊,大哥 很痛 好痛啊 他這麼聰明的 但沒關係吧,我們這裡可以試試用能量儲存 因為對面我屬性的技能其實不是他的本屬 所以基本上我威力都不會高得去哪 只要我加到防禦其實 就會比較低 這招應該都痛的,十拳 OK,再開 再開沒問題 我們的能量儲存應該是一定要留下的 好痛 嚇逆 OK 他已經不太能打進了 這裡我們用起風 一百咧才敷我們掛破 照照都黑人 好危險啊 OK 一會兒要換走他 打完這一場之後要換走 或者看看他後面那隻是什麼 如果太強就真的受不了 要走一走 只要回40血 很危險,會被人爆死 我們是Benji升到叻 抽入坦克 先來個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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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爆炸他,好害怕 臭油坦克,炭克臭油很危險 他會不會做一些癡善行為 先留個威嚇 這裡我們直接來個哭聲 哭聲是不是減弓 這個是... 減弓 OK,我們來個哭聲 應該是普通叫聲 減一下弓 先減一下弓 好害怕,他會爆炸 可能會死 這個半縮的技能 嘩,都很痛 都很痛 這招技不是開玩笑 這招技 如果剛才沒有換到的話 應該很大機會被他斬死 譬如他一爆擊就糟了 毒瓦斯攻擊 毒瓦斯攻擊的命中率比較低 但取而代之的就是可以令對手 進入這個中毒狀態 我們刺膚攻擊 應該再打多一下就可以了 還有樹果 這麼高級 這個是貴的樹果 噪音攻擊 我們有機會要走 因為他在這裡降了防禦 降了兩級防禦 我們換上Benji 可以換上Benji 放上來威力無窮 很危險 這隻爆炸 會死定了 繼續噪音攻擊OK 沒問題 降低我們的防禦 我們要保守一點 這裡再轉 再轉了Maria降低對面的攻擊 現在對面是減了三級的攻擊 基本上如果是打人 就應該沒有那麼痛 試刀 沒事的 試刀 沒事的 試刀 喂 你今天贏的機會是零 唉 唉 再見了Maria 我們 OMG 沒有了 我們的飛人 是 先想想一下這裡 這裡不能出大大波 我們只能出Penji 無奈 小雀 這個是 這隻 這隻可以用鋼打 不如用鋼技打 用鋼打 用鋼技 我們需要報仇 這裡 好危險 招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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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危險 你看我命中要害打得這麼少 有加攻可以 有加攻可以 這裡用刀應該 可以嗎 再用鋼爪 這裡用鋼爪 燕武OK 沒有中 95 唉 他剛才還要扔 是不是 他剛才還要扔了我的蛋 這隻好像不是100名中 對 95 不如用鋼吧 鋼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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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鋼爪 鋼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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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住 不要爆啊 沒事好在 神經病 爆擊 真是 贏了吧 嘩還未贏 大王 那麼好 我們出了 拍技里斯好像不贏 我們去拍技里斯 拍技里斯 我們去拍技里斯 吃藥才不行 神經病 吃不吃得好呢 10 32 這裡吃30 30 其實 其實捱得住 因為他不爆擊 但是他爆擊是 搞不定 爆擊 真的是 他這裡減了 不行 減了真的很痛 走一走 我回一回 回一回 回一回 看一看 他照到你 我要看看他扣了多少 看一下他打人家什麼 煙磨 OK 煙磨 他減了兩級 我們要用高命中一點 這招吧 動一下 OK 應該OK了吧 可以了 搞定了 搞什麼 大哥 哈哈 嘩 這個銀河團 鋼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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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成功打贏了鋼豚 好強 反正精靈雕像的調查結束 發電廠電力恢復 不過有人想不通 他就是調查 神話傳說中的精靈 所以控制著更深奧的東西 你最好不要妨礙銀河團 托你的福 精靈拿回 不過銀河團說皮皮是從宇宙來的精靈 可能你不明白 總之就好像是宇宙人之類的東西 你的精靈拿回 我的精靈拿不回 我們臨走之前 又看看這個 我們的Maria 記得一些性格 各方面的東西 是開朗的性格 喜歡笑的Maria 在兩隻時候相遇 距離兩隻已經相差19隻 9月14日 大概兩三個星期 血氣方剛 喜歡吃甜的東西 是特性 是威嚇 非常強勢的精靈 可惜都不敵了這個 臭油坦克的士都爆激流 唉 再見了Maria 我們有緣再見 真的要放三一再見了Maria 拜拜 拜拜 好了我們現在 只剩下四隻精靈 而飛行系 雖然我們曾經捉了阿波 但阿波絕對不能成為 沒有黑鷹的代替 或者是一個更加強力的存在 唉 我們收拾心情繼續上路 收拾心情繼續上路 換上這個 小鳥 這個泳氣油交給另一位小朋友 來一個家庭去照顧 派卡拉從這個 諾布林傳送來 太可愛了派卡拉 他的名字叫派卡拉 他的名字叫派卡拉 泳氣油好照顧他 他會無法別人說話 試著跟他說話 他身上有東西 諾布林 派卡拉 他的名字 孤獨的性格 西脈力果 喜歡辣 喜歡菜牌 7NC步 是不是混亂時匯比率上升 嘩 這些東西很難用 新型號的自行車 這些自行車對我來說已經沒有用了 我們已經失業了一個銅盤 一個銅盤的性命已經是超過了這個爛鬼單車的價格 但你給我們就繼續用了 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好這個 這個城市很久以前就有這個精靈存在 大海的柏路我們一起度過了很長的時間 雖然已經分手 累留不止 生活在同一片天洞 多得精靈的保佑 有些字已經看不清楚了 看來這個地方 這個城鎮是有一個精靈在守護著這個城鎮 這個白代士很久以前為了供奉精靈建造 美好的事 重要的事 無論在哪裏都不會改變 那些人都是這樣祈禱 看到精靈雕像是我孩子的時候 我圍著他舉行祭典 好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 晚安 拜拜 拜拜